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怎样的理解呢 就是说原来一个小朋友不是一个花瓶 不是一个花瓶我们倒一些水下去 倒到它满也好 半满也好 就不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它是怎样的呢 原来它们说内心是一团火 问题是你怎样去点着它 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 尤其是去到近现代 我们经常去反对一些什么呢 填鸭教育 填鸭教育 填鸭 填鸭的问题是 再填不再鸭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不断地把一些知识也好 观念也好 甚至一些所谓思考方法 灌输给它们 是不是符合我们最早的时候 就是余家尤其孔子所说的 恩财思教呢 恩财思教呢 不只是说它们的能力高低那么简单 而是说不同的小朋友呢 其实它们有不同的天父 也有不同的长短 你因应着它的天父 然后点燃它们心中那把火 不只是智慧之火 包括它们的自信 包括它们要探求的一切 它们才是所有解决问题的根本 温财